大家好,潘大帅,欢迎来到本赞的关战一把尖割,把蛇的疯眼 空军律师古董家舞女 这个阵容的根本问题就是 疯眼在防守端其实是有一个翻盘反击制胜的能力的 这个局求生者前期遛不遛的动物都已经不是关键了 关键是你人怎么救 也就靠空军那把枪 古董上来打架就 这些都不是特别的稳定 所以这局求生者要么就一波六川 六到天荒地老 六到海枯石烂 但凡你给封岩起到一波 手蚁节奏 我可以说以这个级别的封岩 一波手蚁足矣 张狂这里开技能倒是还需要一段时间 身位上面闪现十秒钟 武女这边给了个减速八音盒 你这么多事是吧 好那给你来一刀 这边有飞轮也没有用 闪现差一秒钟 这个闪现大哥你也是真敢翻呀 闪现正色咋办办呢 绕过来短板 好这刀有了飞轮交掉了 刀打中封岩 现阶段的话呢 正常的交个闪现 把这武女给抬了 然后守椅子 我觉得封岩赢了 就这么简单 都没有意外了 我觉得 来你跟我说怎么打 空军交枪 不懂上浇棍过来打 你们密码机不够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人还不一定救得下来 你这枪 你除非是提前准备好的那种 除非是提前准备好的 就你在附近 那有话说 不在附近的 来我这边人一挂 我们镜头给到 空军来补密码机 这边空军距离到不是特别远 我们来看看怎么救 律师是被划了一手 现在镜头就锁定在这个空军身上 因为这波 我已经讲了 他只需要 一波救了 虽然说空军人救下来了 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这五女 这边刷了人挂呀 我也不亏 对不对 你再来来来来 我这边好像能量没了 封炎这边选择换个位置 这边没能量了 我换个位置 来镜头再次给到空军 怎么救 现在这堵墙 可不一定过得去了 封炎这边躲在椅子后面 防你 假动作 交枪 这边起超频了 起超频了 好 我可以很负责的讲 因为我现在没有看能量 这个能量不知道够不够 如果能量够 我可以很负责的讲 这个人 他是可以救下来 为什么呢 我从这空军的走位 就感觉到 这个空军 他处变不惊 对不对 你这里来 来 你过来 我还把枪压着呢 这一把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密码机的总量 密码机的话 现在看起来 其实差的并不是特别多 虽然说看似 还有四台机没有破异 但其实都是遗产 只是这边的武女呢 光一个飞轮 没有古董伤空军的支持 应该是溜不动的 就这个时候需要摇人 一个飞轮 飞轮 摇不了人 空军赶不过来 这里封一手密码机 大概率 这局还是偏向于 那个封眼的一个迎面 同时这边的话 应声啊 律师倒地 封一手 记录性做好 空军 斜角交枪 这个地方可以交枪的吗 这个地方是可以交枪的 曾经我们在比赛当中 看过 专门倒这个地方 然后夹缝中 射出一颗子弹 打出了一个 意想不到的那个救人啊 这一轮的话 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核心问题是 求生者这边 他们的这个机子 打得有点散了 哎呦 这边空军再次倒地 那应该是没了 那应该是没了 这边将律师挂上以后 空军还要教自己 古董伤这边 要救人修不了机子 要修机子救不了人 他选择去挂这个空军 你律师无所谓的呀 我守这个空军 是这个意思吧 你律师教自己 我待会将你击倒了以后 我只需要打着古董伤 就完成四抓了 这个空军手里有把枪 刚才不交 好 下一局两把枪 那挂空军这边古董伤的机子修完 再过来就律师教自己 以后把外面的两台机子一点 你说完全没机会吗 这些机会建立在什么呢 建立在疯眼的操作 可能有一些些疏漏的情况下 不给机会的话呢 我觉得古董伤这个人 应该是不太能救的下来 就这么大一段路 对吧 我这里面 等会儿 这律师不会是教自己的吧 这律师是教自己的 律师倒过了吗 啊 这律师倒过了 来 封住 这里三百多点能量 一封 好的 律师教自己的 不好意思啊 各位 我们刚刚可能 看空军的那个 救人 有点投入 我没有留意到这边 律师是倒过地的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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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那也不影响 这个局应该是 大概率的一个死局了 这就是我给大家讲 就 其实我们从这轮的一个防守 就可以看得到 就封眼的这个防守 对于求人者这套阵容来讲 你是很难很难去救人的 就你想救一次人都很困难 你看这古董商赶过来 只要你的意图明显 这边被封眼拦住 真没机会啊 真没机会 嗯 这里一个三角风 好游戏结束 那么本期视频呢 到这边就结束了 是感谢的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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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